众所周知,部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地方,而且也是国家机密最多的地方。 在一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机密就有可能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部队不能使用手机的缘故。 之前在俄罗斯有一位士兵,因为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于是想自拍一张,但是正因为这张自拍张,使他坑了整个国家。 在他高兴的冲美时,有没有想到背后的国家,2015年乌克兰东部发生了激烈的热战,在激烈的冲突中,乌克兰的民兵组织多次打败了他们国家的正规军,于是乌克兰和西方的一些国家怀疑俄罗斯方面有参与到此次的冲突之中。 但俄罗斯拒不承认,这个士兵的自拍照一发布在网络上,立马引起了腥风血雨。 情报人员分析之后,能够确认的是这是来自俄方的军人,他所处于的地点正是属于乌克兰,铁正如山,俄方面无话可说,并因为这件事被西方国家展开经济方面的制裁,让俄罗斯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但是,记得之前我国部队一个士兵因为上传了一张照片,就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不管有没有泄露,这种随便将部队任何一个角落发布在网络上的,我国都会严惩。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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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